瑞典落後4球追和 德國該死啦 前晚舉行細杯外圍賽 最經典的一場一定是C組德國主場鬥瑞典 德國比賽去到56分鐘已經有4球領先 以為可以大勝一場 誰知瑞典追下一球 追下一又一球 去到保持3分鐘 梅迪薩卡解不到位 拉斯姆斯伊姆就完成不可能任務 追和主隊4比4 德國教練駱維 推到外圍之外 賽後就說最後30分鐘 球隊在夢遊 不知為何會這樣 幸好德國仍然以10分排在榜首 另一場都峰迴路轉 西班牙主場領先一球之下 法比加斯的12碼就驗嚇 被法國後備入體基奧達 在保持4分鐘一球追和 保持與西班牙同得7分 想不到今輪國際賽都算精彩 大家記得週末各大聯賽又重開啦 封電中 總統